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來跟大家講解一下 Instagram經營的小秘訣 首先第一點 一篇圖文只能使用最多五個hashtags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使用太多的標籤 會讓整篇文章看起來雜亂無章 而且大家不會很仔細的去看 到底標籤了什麼 再來第二點 要使用品牌名而非物件名 這是什麼意思呢? 例如說我今天去參加了一場朋友的生日派對 那我不能標籤party 也不能標籤birthday 或者是比較簡單的一些詞彙啊 心情的關鍵字之類的 因為這些雖然很好找 但是很快就會被一些新的文章覆蓋過去 那你的文章就沒辦法被人家發現 所以假設我今天去參加一場時尚party 那我會標籤的是 例如說Dial, Chanel,像是諸如此類的品牌名 這樣子才能讓他們資深的顧客找到你 也可以藉此而follow你 再來很關鍵的一點 就是這些顧客是非常有忠誠度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他們都會不定期的去瀏覽這些品牌的資訊 看看有沒有人標籤他們呢? 最近有沒有在世界哪裡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是關於這個品牌的? 那最近有什麼樣的活動跟資訊 他們都可以掌握得非常的清楚 再來也是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不要再使用那些已經瘋狂熱門的關鍵字 因為那些詞彙已經被眾人都使用過了 那如果你在使用的話 第一點沒有創意 第二點你標籤過別人也可以標籤 那他就很難被搜尋到 你要讓你的圖文很容易的赤頂 那非常關鍵的一點就是你一定要讓你的hashtag 要有一個規律性 再來就是標題文字的簡潔俐落度 如果你一天照片啊 上面附了很多很多的圖文的說明 那讀者可能會覺得有點枯燥乏味 或者是看不下去 畢竟每個人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圖片要滑 要看、要瀏覽 那他們可能是利用一些睡前 或者是一些瑣碎的時間 那你覺得每個人有這麼多的時間 來看你攏長的長篇大論嗎? 再來就是發文的時機點也是很重要的 你要了解到那些追蹤者 他們是怎樣的一個生活習慣 他們是什麼時候才會瀏覽IG 例如如果是台灣人的話 那可能是在早晨的大概7點以後 然後中午可能吃飯的時候看一下 下午通勤的時間可能也會滑一下 再來就是晚上睡前的時候 是最多人使用手機的時候 那就要把握這個關鍵的時刻 像是晚上7點到9點啊 這段時間是大家都很閒 也不能說很閒啦 就是比較有空可以看 再來就是每天至少要發一篇圖文 因為你要維持一個規律的頻率 這樣子你的追蹤者才知道 每天要記得按時的去follow你 如果喜歡我今天的介紹 請繼續追蹤我喔 然後還有1,2,4,4 1,4,2,5,5,2,4 1,4,3,4